欢迎收看财经Expeso 晚上好我是威明 首先来看股汇行情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将在周五宣誓就职 全球静观其变 而要求股市今天起落参半 马股在早盘直线下滑之后 尾盘获得买盘扶持 成功守住涨势 全天起了1.49点 闭市时报1666.51点 写下三天连涨记录 至于汇率方面 由于美国联储局主席叶伦 暗示升息加速带动美元走强 直至下午5点 马币对美元跌至4.4505令吉 但对其他主要货币全面上涨 交投数据则显示 外资买进1236万令吉 本地机构和散户则分别卖出 625万令吉以及611万令吉 接下来有钱不来外单元 首先来看险壳石油的消息 拥有险壳石油 51%股权的大马恒原国际公司 建议以每股1令吉92仙 收购剩余股票 对此 险壳石油的董事部和 独立顾问大马投资银行 今天双双建议小股东 拒绝恒原国际的全面现股提议 他们认为每股1令吉92仙的限购价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 大马投资银行认为收购发布前 险壳石油最后交易日报价和加权平均价是介于4令吉94仙至5令吉61仙 而限购价低了至少61% 接下来看国内油气公司的最新发展 国民投资公司PNB和国家股份公司Ekunas 今天宣布整合旗下油气公司 而交易总值高达29亿令吉 根据双方的协议 国民投资公司属下和顺油气将通过现金和股票 收购国家股份公司掌控的标志案外和欧金公司 由于国民投资公司旗下和顺 今天也建议将和顺油气公司的股票配给股东 因此配股和资产收购计划完成之后 国民投资公司将拥有和顺油气40%股权 国家股份公司则持有12.6%的股权 最后来看单资里林刚和旗下一克韦市的公司动向 该公司董事经理林景清 今天在股东特大上表示 该公司手上的建筑订单已经达到130亿令吉 足以让公司在未来五年处于忙碌状况 另外一克韦市也在竞标这大约100亿令吉的合约 因此建筑业务展望亮丽 那今天的财经到此结束 先收看也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